对于我来讲 大家应该是老面孔 也许我们没有真正的对坐 但是我们常常可能两个月 我们有机会在这样的远距离的对望 好 那么首先我还是非常谢谢我们的社交馆 刚才黄密很清楚地说 他愿意服务所谓的小众文化 其实我心中有时候有蛮多的感伤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古语文 那么这个古语文这个文字里面 所谓的古文经典 这所谓的经典 它就是历经了数千年的长河的韬链 它依旧屹立不摇 那因为它是美文 尤其是所谓的诗词 这真的是千锤百炼 那么尤其我看到现场的来宾 不只少 而且我一直感觉觉得说 我们后继法人 就是说年轻人对这个领域 因为也许我们的政策里面 并没有再大力的推展 但是国语文就是我们目前使用的官方语言 我们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后代的子孙 使用这样的国语文 是用最简单的最平级的方式来表现 还是希望它能够旁征薄影 能够引经据典 那么我们看到后代 我们的年轻人对这方面的兴趣缺缺 看到我们的国家对这么好的我们自己的语言 却没有去大力的推动它 而靠民间 甚至靠比如说我们的社交馆 这么好的殿堂 它愿意服务所谓的小众文化 其实这是我们的美文 这是我们的国语文的精华 我们真的舍得把这样的猪鸡 把它给丢掉 让以后我们的言谈举止 少掉这么美的所谓的古文经典 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 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么爱好诗词的好朋友们 其实下一次也无妨邀邀你们 在高中读书的同学 在大学读书的孩子 甚至国小 其实你也不要说国小太小了 真的不会 你看我们在早年 为什么现在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读书人 他你看出口成章 这个口吐蓝香 提起笔来能够写的这个朱元玉润 那是因为他从小就这样子很落实的 从垂挑开始 就从三字经 从百家信 从千字文 从千家诗 这么样的堆叠上来 所以 仙人的毕露蓝旅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美闻留下来 可惜我们没有好好珍惜他 把他恕诸高阁 甚至弃之如必喜 这我个人来讲 在一个茂蝶之年的老头子 在我们进入这么长久的诗词之美 我深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 但是 我今天要讲的 应该要给很多没有来在座的人听的 其实在座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概念 不过 我是希望下一次 把你们的宝贝也带过来 让他从小 最起码 每两个月 可以来静润一下 回去可以跟他对话一下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诗圣 这个笑看红尘 我们一年六档 很快的进入尾声 这是最后一档 我们是从诗先开始 我们二月 我们从诗圣来结束 其实我是刻意这样安排 两场的诗中间夹的 这个是词人 是词章 是欧阳修 是苏氏 是心气急 所以我让他诗词来互相辉印 其实诗词它跟汉妇一样 甚至更超越汉妇 它是在我们的国语文的领域里面 是两块珠宝 亮晶晶的 耀若明星的两块珠宝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人 在出口里面 讲话里面 不能够带两句苏氏的词 心气急的词 不能带两句李白的诗 杜甫的诗 这是真的也不无遗憾 那为什么不能带 因为我们并没有去浸认它 尤其我们没有带小朋友 其实小朋友能不能带 有 我有每个礼拜三 我有一档网络的课 都是小朋友 都是国小三四五六年级的小朋友 跟着我 虽然他在千里之外 可是他跟我用网络来对作 我来告诉他 哎呀 秋为的诗好美啊 他的左翼梨花 冷艳全漆雪 鱼香榨入衣 春风且墨定 吹香玉皆飞 其实小朋友听得懂听不懂 我教他念 我教他试字 我教他写字 我教他笔顺 我一个字一个字 讲给他听 我一句一句讲给他听 我把表象的文字 讲给他听 我把从隐含在表象文字 后面的意境 讲给他听 所以如果你从小就这样浸润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当然累积起来 就能成为江河 成为大海 如果有兴趣 来给你们的孩子 来浸润的 可以跟我联络 我们每个礼拜三 晚上七到八点半 有位小朋友 我今天现在带孩子读的是 千家诗 家论语 我觉得论语重要 所以喜欢的好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 进入这么好的古文经典 好 今天我们在讲 你看 必无稀老 凤凰之 其实你在读唐诗 你读到这样的句子 比如说 在提倡白话文的 这个胡适先生 当然是大儒 他就说 哎呀 这句话 狗屁不通 真的是狗屁不通吗 那是因为你没有进来 你没有进润 你对一个陌生的东西 你自然距离很远 你拉近 拉近 靠近它 你看 忽山不来 我走近它 叫山 山不会过来 我要看到山的美 我就靠近它 靠近它 以后你就会发现 哇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山的美如此 诗文的美如此 人的美 义父如是 好 今天 毕无稀老凤凰之 我们在今天的七律里面 它是秋信八首里面的最后一首 会弹到这里 所以我就在这里 不多说 我们来敬师圣农林 农林你看 有不久吗 最美的久 今天我来敬师圣 距离我们一两千年 我敬他一杯酒 我怎么样 他这一辈子 真的欲不得知 他这么有学问 这么有能力 这么的受到儒家思想的一个净润 要至君尧顺上 再使风俗纯 这样的一个大儒者 可是欲不得知 所以来借他欲足成科 我们今天一起来敬论 师圣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师圣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简单的 其实对杜甫 大家耳熟弄一下 这可以讲 你们在对师人的领域里面 叫你们举一个人 第一名 你们一定举的是杜甫 好 杜甫呢 他712 生在712年 712年 713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 是什么 真观之志 唐玄宗即位了以后 他见识到了他的先人 唐太宗的真观之志 所以那个国泰民安 那种盛事 是让人民过得非常好的日子 所以这个玄宗呢 他在开元年间呢 他用了姚虫送锦 他也打造了一个金碧辉煌的盛事 叫做开元之志 这跟他的祖先的正观之志 遥遥相对 也是唐代的两大盛事 那么杜甫功逢其胜 杜甫七一二出生 其实他就生长在所谓的开元之志 那种丰盛的 那种国泰民安的 那样的一个繁华的盛事 所以他看到了繁华的盛事 而且他是从小 依着这个繁华的盛事长大 很不幸的 这个玄宗的开元之志 唯德不足 所以他到了中年以后呢 他宠爱了杨贵妃 所以人不能沉迷 当你一沉迷的时候呢 你原来锐利的摩子 就被迷蒙了 所以你看他早年 用了这么好的宰相 姚虫送锦 他用了这个张九龄 都是非常贤能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的玄宗 眼睛锐利 知人知名 一旦他爱宠了杨贵妃以后呢 他就怎么样 没有把心放在正式上 所以他用了杨国中 他用了世界最坏的宰相 李林甫 所以这个杜甫呢 就是生不逢食 他早几年可能好一点 他来的时候呢 已经是玄宗了 已经开源 已经进入后期 所以李林甫他第一次 杜甫第一次24岁 他参加进士的考试 第一年他没考取 但是他知道来日方长 我还年轻 我只要把自己打造好 怎么可能会考不去进士呢 没有想到 他的命运 操纵在别人的手上 到后来 他后来再一次 去参加考试的时候 那是玄宗认为 这么多年没考试 会不会有很多闲人 我们要把他来 引到我们的朝廷里来 主考官是李林甫 你知道杜甫满怀信心的 再一次去参加考试 考试的结果是怎么样 现在的话 从缺 就一个人都没有录取 那么玄宗呢 就听这个宰相李林甫讲 李林甫说 也无疑闲 再也的呢 都没有闲人了 你最好的人都已经到 你的帐下了 也无疑闲 你看 当年这么睿智的唐玄宗 一旦他爱宠了杨贵妃 爱宠了杨国宗以后 他真的是眼瞎耳芒 这样的话 他也听进去了 所以杜甫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使也 运也 命也 天命 这真的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挡的 所以杜甫呢 他出生在 这个所谓的 光幻世家 他的祖父 杜申言 杜申言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禁体诗 我们知道 诗的绵延 早年的诗呢 叫他只要 偶数句押韵就好了 可是这些文人 到了唐朝 像宋之问啊 杜申言啊 这些人 他就认为说 哎呀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诗 这么好写嘛 只要偶数句押韵就好 不行 我们要来设一些智库 我们要来做一些限制 所以有所谓的平浙 平平浙浙 这扇扇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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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扎扎要相对 念起诗来 才有一扬顿错 除了这样以外呢 还要怎么样 景连跟汉连 就是第二连跟第三连 要对仗 对仗 是什么 名词一定要对名词 动词要对动词 形容词对形容词 所以呢 这个形成了 所谓的禁体诗 静体诗相对于古体诗而言 他现在的不只是押韵 他还要对账 还要讲评证 所以你读杜甫的诗 对账之美 声调之邪和 所以你必须叹为观止 所以清代的大儒 清代的大儒 金圣叹 他从中国的历史里面的巨著 他选出六大财子书 六大 他认为这是 金圣叹这种红儒 他所选出来的 第一本是谁 按照顺序来讲 第一本就是庄舟的庄子 第二本是 屈原的离骚 就是储子里面的离骚 第三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第四个就是唐朝杜甫的律师 第五部是小说 明代的施奈安的水浮传 第六就是这个词曲 王石府的西乡记 你看这么多的大作里面 里面诗人唯一选进的就是杜甫的律师 等一下我们来看 这个金圣叹 你不得不佩服 他是多么的精准 好 所以这个杜甫 他只有在玄宗的时候 因为安始之乱 他去觐见玄宗 后来玄宗用了他当左石仪 左石仪是一个贱官 这个贱官要怎么样 要皇帝能跟他配合才相得益彰 你看我们讲唐太宗 唐太宗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他有一个最厉害的贱官 叫什么 魏征 那么魏征当然厉害 魏征感言 那么更厉害的是唐太宗 一个皇帝一国之尊 他能听得下去 你看杜十仪 这个杜十仪 什么叫十仪 你看这个宰相 他的名称很有意思 因为过去在中央三审 所谓的门下上书中书 门下中书上书 这个门下审跟中书审 他在左右两边 上书审在中间 所以他两边像两只手 所以叫做左翼 左翼就是门下 杜甫在左翼 他当建官 叫做左石仪 那么他的好朋友呢 在门下 在这个上书审 门下审 上书审 当什么 当这个 右补缺 你看过去 你看过去 他把建官的名字呢 左右 左右 刚刚讲门下 门下 中书 上书 所以一边在左 一边在右 所以他两边都设的建官 这个左边的建官叫什么 叫做石仪 右边的呢 叫做补缺 这个缺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说做石仪 石仪是什么 做监察的 监察皇帝 监察这些官员 皇帝 你掉了饭粒了 你掉的宝贝了 我帮你捡起来 捡你掉的东西 去找你的缺点嘛 补缺 补你的缺失嘛 所以这是建官的职责 唐太宗听得进去 早年的玄宗听得进去 到了宿宗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所以这个 对这些建官来讲 是最大的考验 最大的折腾 最大的无奈 所以当他在 这里可以把它换成 放大 是用 那么我们再看 他在做左石仪的时候 是在宿宗的年间 所以宿宗 你看 他是知无不言 他写了很多的 所谓的书文 你知道这个书文 就叫做建书 你看 我们他很熟的 这个 建太宗 十思书 这是 魏征代表作品 其实魏征 这一辈子里面 他给太宗写的书文 超过两百张 你看 所以 这个时候的 宿宗 因为他的宰相是房管 这个房管 他有一次 他的下人 因为牵涉到一些 所谓的贿赂 所以 这个时候 触怒了宿宗 宿宗 要霸 这个 房管的官 这个 杜甫 就出来 仗义直言 他认为 他当大官 底下的小部署 犯错 他难免 不至于要给他 这么严重的罪 因此 触怒了宿宗 所以宿宗 就把他怎么样 末次放还 你看 我们在看 唐玄宗的时候 他对这个 李白 李白是怎么样 四金放还 就现在之前 给你很多的黄金 末次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叫你滚蛋 所以 杜甫 他后来 就沿着长江 因为市局不尽 安市之乱 陆陆续续的战争 然后内忧外患 北方的 所谓的回合 回合就是 我们讲的 回吾尔族 就新疆 北方 然后西北 有什么 西北有 吐鲁藩之乱 吐鲁藩大概在 现在新疆 西藏这一带 所以这个内忧外患 所以杜甫 就不断地沿着长江 往西 往南 去庇护 最后 他来到了 四川 他投靠 这个 建南 节度使 阎武 是好朋友 所以阎武 就跟一群好朋友 出钱出力 帮杜甫 在 缓花西畔 在成都的 缓花西畔 盖了一座 草堂 当然现在 你如果到成都去 可能 还是一个景点 当然 这当然不是 当初的草堂 不过 这个就是 他目前 他后来 流离 到了 这个 所谓的 四川 好 那么 这个 杜甫的诗 因为 他一直 关心着 人民 关心着 国家 我刚才讲 他的心愿是 治军 尤顺上 他希望自己 能够当官 能够协助 自己的国君 让国君能够怎么样 像尤顺一样 尤顺是贤军 圣贤 他说 再使 风俗成 他后来看到 社会 这些 大家 争民 夺利 所以他希望 恢复到 很淳朴的 这个生活 好 所以这样的 一个 杜甫呢 他面对着 国家 由盛转衰 因此 因为他关心 国际民生 所以 他的诗 贴着 历史来写 你看 他的三地 三别 他的春旺 你们大家 耳熟能详 这些呢 他 贴着历史写 因此 大家对他的诗 称他为 史诗 或者 诗史 那么 他的诗呢 因为 写的 各方的条件 都很好 题材 体材 各种 都写得很好 所以 后世的评论家 称他为 诗的 极大成 极大成 就是 各种角度 各种题材 面面俱到 写得很好 而且 他的诗 没有话说 诗中 巧处 因此 这个 诗评家 跟 后世的 这个读者 一致 称他为 诗圣 他 对后世的 影响 是 非常的大 好 我刚刚讲 金圣探 把他的 律师 列入 所谓的 六大才子书 当然 律师之美 后面这张文字 可以看一下 他的风华 我们在讲 唐诗 讲律师 说杜福 是天下第一 真的 没话讲 他用字 潜词 他原今 银 银 银 而且 真心 诚意 他写得 毫无 虚事 所以 对后面的 好像 白居易 李商隐 韩语 都受到他的影响 那么 杜福的诗 传释 大概有 一千五百多首 最重要的 都放在 杜公布集里面 好 简单的介绍了 这个 诗圣 我们来看 今天 我们要谈的 主轴 就是 秋信八首 秋信八首 这个时候的 杜福 他心心念念 是要 回到 长安 他 关心 国家的 安危 而 他这个时候 在哪里 在 成都 他后来 想要 乘船 要回到 长安 所以 他走到 长江的 边岸 靠近 四川的 边岸 长江 就是所谓的 长江三峡 这个地方叫做 奎州 奎州 他在奎州 他原来是 准备搭船 就要回到 长安 可是 人算 不如天算 那个时候 局势 非常的 不平静 不只有 内乱 还有外患 因此 他在 奎州 准备 回到 长安 可是 他足足 等了 三年 足足 等了 三年 所以 你看 人真是 好事多磨 可是 他等到 最后 晚年 他终于 开船了 可是 船 到了 湖南 要 回到 洛阳 再到 长安 可是 他就 死在 客舟 之上 五十九岁 那么 这个 丘信 八首 可以说 是他 最最 具代表的 律师 这是一个 连章 什么叫连章 这个连章 他是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他是 有次第的 有顺序的 而且 首尾相连 前后 呼应 所以 像这样的 连章 他是 很难 也不容易 也不好 单一来解释 所以今天 我把他 这晚年的作品 我把他放在 最前面来讲 为什么 因为 我想 这个八首诗 我们要 一气呵成 我们看看 杜甫 他的 用字 潜词 他的 写作 技巧 真是 令人 叹 敬为 观止 好 他的第一首 我讲 他在奎州 他写的是 秋信 什么叫信 信就是一种 心发 秋是秋天 他在秋天里面 他心中 很多的感触 这个秋天 是 一年里面的秋天 这个秋天 也是 这个 杜甫 最后的岁月 所以这个秋天 也是 杜甫 这个生命里面的 秋冬 他在秋天 他面对国家的战乱 他面对自己的不遇 面对自己的绅士 他跟 在奎州 跟这个秋天 做一个结合 所以 他是三大主轴 第一个 当然是秋天 奎州的秋天 第二个 是他自己的绅士 当然 最重要的 是他心心 信念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代表 就是国君 就是首都 就是长安 所以他 这一组 连章里面 就是 把这三个 刚才讲的 主轴 揉在一起 写出 动人的词章 第一首 我们来看 玉露 雕商 风树林 无山无峡 气消身 江间波浪 尖天涌 赛上风云 接地阴 从举两开 他日泪 孤舟一夕 孤元心 寒衣处处 吹刀指 白地成高 吉木针 秋天 所以他用秋来起星 讲秋天 白鹿 鹿 我们讲 白鹿 担风 像鹿 鹿水 像玉一样的 洁白的鹿水 这个鹿水 在秋天 你看 在尾度比较高的地方 秋天很冷 所以秋天会 有鹿以外 有霜 其实霜 就是天上的雪 一样 所以他说 玉露 雕商 风树林 他用两个代表 玉露 鹿当然是秋天的代表 风树林 经过玉露的 这个浸润 经过 金风的 这个 吹折之后 所有的风树 变红了 变黄了 你看 李商尹 他写的诗 对 杜牧 对不起 杜牧写的诗 他不就说了吗 好 停车坐爱 风凌晚 霜夜红雨 二月花 秋天 多样 秋天 光是一个叶子 他展现出来的黄 各种颜色的黄 红 各种颜色的红 多样 缤纷 这个月露 当然是讲天气 讲秋风 讲秋天 在秋天寒冷的浸润之后 他说 风树林 你看 他用雕商 写风树林 当然也写他自己 他在这个 五十几岁的生命里面 他是忠君爱国的 你看他在短期 在做这个 所谓的 箭矢 所谓的 左石仪 他是琢磨的 兢兢业业 多么的想要 至君尧顺上 可是 人家 不领情 人家 不欣赏他 他真的 深深的 受伤了 所以 首先 他写 这个秋景 其实 固子里 当然 有自己的哀伤 欲入雕商 风树林 无山无峡 气消生 长江三峡 我们知道 有 渠塘峡 有西林峡 有无峡 这是 最精彩 也最危险的 长江的这一段 那么 他在讲 无山无峡 当然 就讲 靠近 这个 奎州 靠近奎州 奎州 都是山 你看 要进入 四川 如果你走 山路 就要 走 建门关 这个山路 所以李白就讲了 数道之难 难于 上青天 你看 比登天 还难 山高 所以 他这里的 无山 无峡 气消生 他讲的 山 这么的高 峡 在哪里 在水边 在我们讲的 山峡 山峡 就是在长江 长江是 低下的 这山这么高 所以 他说 无山 无峡 在秋天里面 是一种 是一种 潇涩的 是一种 深 是寒冷的 潇深 这也是一种 秋式意感 我们在读 比如说 宋玉 最早 他在引咏 秋天 他在九遍 他就 首先就讲了 悲哉 秋之为气也 潇涩兮 草木 遥落而便衰 像秋天 秋天 跟自己的仕途 结合在一起 看到秋天的枫叶 落了 秋风 这么的树上 就想到 自己仕途的不顺 做了一个结合 做了感叹 那他这里 当然是 自己 这一辈子 来到生命的尾端 来到奎州 要回长安 却滞留在奎州 有家回不去 所以他说 无山无峡 气消盛 高山 这个 聪入云天 这河水 澎湃 往东而去 经营出来 在秋天 冷嗖嗖的季节里面 经营出来的 是一派 消 消色 消条 这个气氛 这个气候 是这么样的消条 这么消色 深 深寒 深冷 秋天的冷 当然不用讲 这个 这个 静 随 心转 杜甫的心 当然是冷的 他对国家的满腔 热情 几十年下来 却处处 被浇冷水 却看到国家 每况愈下 居上位的人 都为自己着想 争民夺利 所以国家 在他们的手里 怎么样 摇摇欲坠 无山 无瑕 气消声 好 第二年 他就马上来描述 怎么样的 气消声 他说 江间波浪 尖天涌 赛上风云 接地阴 他从无瑕 着眼 他从无山 着眼 无瑕 在水里面 在低下 从下往上看 这长江的水 哗啦哗啦的往东流 因为秋风的树伤 所以把波浪 卷起来 这波浪 非常的高 像要冲到天上去 当然秋冬的 江水 非常危险 所以他说 江间波浪 尖天涌 长江 在长江 山峡 在这个地方 无瑕 这个地方 这个水 在秋天里面 哇 什么样的动荡 这样的澎湃 卷起来 卷起 千堆雪 江间波浪 尖天涌 赛上 风云 接地阴 赛上 这里他用赛 赛有边关的意思 边疆的意思 为什么四川 他这里讲赛呢 刚才我讲 我这里应该有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看一下 好 因为呢 因为在唐代宗年间 这个土鲁藩 曾经 入侵 这个内 他们呢 到这个中原来 甚至长安 第二次的 尸首 第一次他们就是安始之乱 被这个安禄山占领了 第二次就是 蒋昂 长安 那么 这个 土鲁藩 那么四川离西藏很近 所以 西藏 土鲁藩 发动了 这个战事 所以 这个四川 等于 也就是边塞 好 所以 他说 塞上风云 接地阴 这个上 当然指的就是 无山 从下面看 波浪 尖天涌 从下面看 从上面看 怎么样 哇 这个秋天 烟雾弥漫 阴霾 所以 这种阴深深 阴霾 阴天 这个雾气 这么浓 一直从山上 一直压压压压压压 压到水面上 压到地上 都是一片的阴霾 所以 塞上风云 接地阴 好 他讲了 奎州 的状况 玉露雕山 风树林 无山无峡 气消身 江间波浪 尖天涌 塞上风云 接地阴 讲了以后 这个 他讲到自己了 他说 从举两开 他日累 孤舟一夕 顾原心 对张 写得真好 他讲 从举 从举现在是野菊花 一丛一丛的 这个 无山 这个 秋天是菊花的 这个当令十季 所以秋天 菊花开 他说 无山 这一带 无瑕这一带的山边 这个水边 哇 都 这个 野菊花都开了 野菊花通常是白色的 或者黄色的 小朵小朵小朵 他说 从举两开 他日累 这什么意思啊 哇 他看到 这从举的盛开 这么样的壮盛 因为 他去年 就要回去了嘛 他从去年 就滞留 因为路上的 不平静 所以他船 一直开不了嘛 所以他当年 去年 他就想 我要回洛阳了 我要跟这里的 再见了 看到满山遍野的 这个野菊花开花 哇 他知道 自己的国家 现在自己也要向 这个 奎州告别 所以心中感伤 就掉下了眼泪 没有想到 他那个离别 并没有成形 所以一直到了 今年 所以去年 他就掉下了眼泪 所以去年来讲 他没有想到 哇 我明年还在这里 我明年也 也一样感伤 再度落泪 所以 从菊两开 你看 去年看到了菊花开 今年 又看到了菊花开 去年掉了眼泪 他认为自己会回去 没有想到 对去年而言 他日 哇 明年 还有一次掉泪 还有 见到一次 菊花的开 所以 这个杜甫的诗 写得真好 他讲的菊花开 他 遍地的菊花 一朵一朵 一朵一朵一朵 对他来讲 也像是眼泪 不止他掉泪 天地也开花 天地也掉泪 所以 这个花跟泪的联想 我们在 杜甫的诗 所在都有 赶时日花见泪 恨别鸟金星 赶时日花见泪 这是他 现在 长安 长安 被安禄山 所占领的时候 他在长安 写的春光 好 这里他讲 从举两开 他日泪 接着 他说 孤舟一夕 孤原信 就这条小船 要载我回去 我多么想要回去 可是 就回不去 所以 这条小船 就把 我要回去的心 把 跟长安的那种 信念 都绑在一起了 所以 孤舟一夕 孤原信 孤原就是长安 这孤舟 我 绑在一起 我就在孤舟之上 这孤舟 可以开 他就把我带回 这个 长安去 所以 这条船 把我 把 这个 故乡 把长安 都 思念的心 都 绑在一起 你看 杜甫写得多好 好 他写完这些感触以后 他又呼应 题目 题目是秋 现在是秋天 所以他说 寒衣处处 吹刀齿 什么意思 寒衣 因为冬天 尤其在江北 冬天冷 冬天冷 要怎么样 要做寒衣 你知道 过去的织布 织布机 当然织出来的品质 不会像现在 这么柔软 厚 厚的衣服 它就硬了 所以 通常 像这样的 冬衣 在 裁剪之前 都要到 河里去 用洗衣板 敲一敲 把它打柔软一点 才好缝制 所以这两句 寒衣处处 吹刀齿 白地 成高 极目 针 这个 寒衣 就是 要做冬天的衣服 衣料 要怎么样 寒 已经冷了 所以冬天快到了 这个脚步 吹出人 赶快 裁剪 刀 尺 刀 剪刀 尺 两尺 做衣服 所以 这个冬天 脚步 已经近了 所以 要做寒衣 这气候 吹出人 你 快点 裁剪 快点 缝制 缝制 之前我刚才讲 这个布料比较厚 要去洗一洗 捶一捶 把它打柔软一点 所以 白地 成高 极目 镇 白地 成 就是 奎州 山上的一座 古 古迹 这是古城 是对古迹 所以你看 李派也写了 朝辞 白地 彩云 间 千里 江陵 一日 还 两岸 原生 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白地 成就在 奎州的山上 这个 杜甫 在小船之上 冬天 来 靠近 秋末 所以 他看到 山上的 白地 成 家家户户的 妇女 都怎么样 在傍晚的时候 都 把 冬衣的 厚的衣料 到水里面 针 针就是 洗衣板 木 黄昏的时候 在洗 白天 要忙家事 要忙农事 所以 忙完了 利用 有月色的 傍晚 或者 天色 看得到 就到 河边 来 飘洗衣裳 垂打 衣裳 让衣裳柔软 回去 可以缝制 冬衣 你看 他前面 从 季节 讲起 然后 讲 无山 无霞 的状况 然后 讲到自己 最后 呼应到 秋天 所以 杜甫的诗 真的是 面面俱到 月露雕商 风树林 无山 无霞 气消身 江间波浪 尖天涌 晒上风云 皆地阴 从绝两开 他日泪 孤舟一夕 孤元心 寒衣处处 吹刀齿 白地成高 吉木真 这个吉 当然对应 前面的吹 哇 这个 敲打 这个寒衣的 这个布料 在飘洗 的声音 哇 非常的 吉 因为 秋天到了 冬天还会远吗 好 下面 我们来看 他的 第二首 前面讲的 白地成高 吉木真 快要傍晚了 所以 第二首 他就直接想 从奎州的 奎州城 他就从黄昏写起 所以我说 这个 秋庆八首 他是首尾相连 他是 你去欣赏他 你就想 他不只写作 技巧高 所以我说 这个连章 你必须要 一气呵成的 八首 一起来欣赏 好 我们来看 魁府 孤城 落日霞 美衣 北斗 望金华 听缘 时下 三声 泪 奉使 须随 八月 茶 华省 香炉 为 福 斩 山楼 粉蝶 饮碑 家 请看时上 藤罗月 以映 周前 如笛花 前面写黄昏 现在 他直接 从黄昏开始写 写到晚上 他彻夜 对北京的思念 对不起 对长安的思念 所以 这个诗 写的 真的 真的 这个首尾相连 面面俱到 魁府 我们刚才讲 他在奎州 奎州的府城 当然 奎州地势比较高 所以 他说 奎府 孤城 落日 下 它是一个山城 所以 它是一个 孤城 在群山之中 落日 下 一天 到了傍晚 我看下 是对应前面 前面 吉木真 所以他这里 从落日 写起 然后 到了晚上 美伊 北斗 望金华 他的主轴 在奎州 然后 他想的是 金城 想的是 长安 他说 美伊 美伊 北斗 就是晚上 美伊 就是长长 只要 晚上 只要 有空坐在这里 我就 看到 北斗心 这个北斗 北斗就是 北斗心 北斗在北方 他现在来到 江南 所以 他的故乡 他的首都 就在北方 他分不清 方向的时候 他就看到 北斗心在那里 北斗心 那个方向 就是 长安的方向 所以 他说 美伊 北斗 每次 美 你看就 多次 常常 经常 每次 坐在夜色里面 我就看到 北斗七星 看到那个方向 我知道 故乡 我知道 长安的方向 就在那里 美伊 北斗 望 京华 京华 就是首都 好 接着 他说了 听缘 时下 三声 泪 奉使 虚随 八月 长 缘 你看 我们对 长江三峡 这个 岸边的 缘声 你们听的太多了 对不对 你看 这个 两岸 缘声 提不住 青州已过 万重山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讲三声泪 其实他用了点 我们看一下 听缘时下三声泪 他用水晶柱 讲三峡的点 这里面有 八东三峡 五峡 长 圆明三声 泪沾伤 他说 在这个 三峡那边 这个缘后的叫声 值七粒的 你到那里 听到那叫声 你就掉下泪来了 我们常常讲 实际经验 你听人家讲的 叫做 间接经验 哎呀 好感人哦 我都掉下眼泪来 可是 现在的 这个杜甫呢 他实际上 就在三峡这里了 他听到 缘后的叫声 凄惨 他心中 想念 这个 故国 去回不去的 那种哀伤 那种哀伤 在下缘后 我们常常讲 心随 进转嘛 你心里 是凄苦的 你听到 缘后的叫声 凤外的凄苦 所以 他讲 这个水晶柱讲的 圆明三世 生 泪沾伤 这是 原来听到的 现在他怎么样 是实际的 所以 听缘 我真真实实的 听到 缘后的叫声 我就掉下泪来了 这一次 我不是 光以前 我是听讲 我是看书 那是间接经验 现在我就 直接经验 我就在 三峡这里 听到 缘后的 犀利叫声 跟我心中 对故国的 思念 悬念 却有加归不得 那种苦 结合在一起 我真真实实的 就 掉下眼泪了 好 所以 这原生天上哀 你看 李白的 长甘行也讲了 十六军远行 瞿堂 艳遇堆 五月不可处 缘生天上哀 缘后的叫声 那么怎么样 因为他讲的 艳遇堆 艳遇堆是在 瞿堂侠 瞿堂侠 我们现在讲 魁侠 我们讲长江三峡 魁侠怎么样 风景怎么样 最壮嘛 壮观嘛 西陵侠怎么样 最秀丽嘛 对不对 五峡最长嘛 他的特色 长江三峡 所以呢 这里 李白 他讲的爱情诗 十六军 远行 哇 要当说 四川 丝绸最有名 所以大家做生意 都要入川 入蜀 入蜀走 还 走水运 水路 当然 艳遇堆 艳遇堆的长江三峡 里面的一个礁石 这个礁石怎么样 滴水位的时候 比如说秋冬 它浮出水面 你行船 可以绕过它 而且 因为水很急 所以船行很快 很容易就撞上礁石 所以船难 平船 那么如果是 这个夏天 这个水很多 哇 这礁石被淹没了 更危险 你必须要很有经验 才能够绕过 否则就触礁了 也就水难了 所以十六军远行 取一堂艳遇堆 五月不可住 五月 怎么样 水位很高的时候 圆生天上爱 这里白的长甘心 好 我们继续回来 他说 听缘时下三声 过去我只是听到 这圆生的七力 现在呢 我是真的 我就在这里 我身历其境 再加上 跟我心中的七苦 做了个结合 我琢琢琢琢琢 掉下了眼泪 好 接着他说 奉使虚随八月茶 我在这里 我都没有讲 这个文字对应之美 你们应该去领略 这个二连三连 听缘时下三声 泪 奉使虚随八月茶 你看 这是对账 下面的 画省香炉 为福整 山楼粉蝶 尹卑家 这是对账 对账第二年 第三年对账 你们看 他会欣赏 因为没有时间 再去讲 这些对账 好 我们来看 他说 奉使虚随八月茶 奉使 过去 因为杜甫 来到这个成都 其实他是依 这个节度史 建南节度史 阎武 所以阎武 当然也照顾 这个杜甫 杜甫 杜甫呢 就在他的帐下 当元 这个杜公部 我们讲公部 他都公部 元外郎 所以我们现在讲 杜甫 我们称他杜公部 因为他在 元武的帐下 当公部 元外郎 好 所以他奉使 这奉使 什么意思呢 过去 比如说 阎武 阎武是 建南节度史 节度史 是国家派你过去的 是奉命 这个皇帝的命令 你来当 建南节度史 通常这种奉命 奉命 是都有所谓的 时间 去三年 或者五年 之后 你就回来 要报告 可能改派新旨 所以叫做奉使 那么 这个奉使 对元武是奉使 那么 在 杜甫来讲 他也是 依在 元武的帐下 等于 他也是奉 这个元武之令 在他的帐下来做事 那 都府来讲 当然希望说 哎呀 我在跟随 元武 元武呢 做了两年 三年 他要回去交差的时候 我就跟着他 我们就回到长安了吗 所以这个奉使 但是 他说 虚随 八月茶 其实用了好几个点 我这里只举一个点 是讲的是说 最后 八月茶 张谦 在讲 张谦出使 西域的时候 汉武帝 汉武帝 就命他 要去探河源 探黄河的尽头 黄河的源头 所以 因为到 黄河到了源头的时候 越来越小 所以他是盛茶 茶就是 木筏 就是 像现在讲 几根竹子 五根竹子 连结在一起 叫做茶 所以他这里讲 就是一个任务 一个命令 所以 这个张谦 曾经奉定 去探黄河之源 所以叫做 八月 八月茶 好 我们回来 他说 八月茶 当然就是一个任务 对不对 所以他现在讲 奉使 这个盐武是奉使 那他自己来讲 也是奉使 盐武奉国家的命令 他是接受 那个 盐武的 这个任命 所以他都希望 怎么样 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 就可以回北京 可是 后来盐武死了 他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他说 这一次的八月茶 是怎么样 是虚随 空高兴 空希望 结果是 一场空 所以奉使 虚随 八月茶 接着他说 华省香炉 为辅诊 山楼 粉蝶 印 背一家 写得真好 华省 我刚才讲 由中央三省 中书 上书 门下 中央三省 这个杜甫 在门下省 这个中央的单位 你知道办公厅 它的墙壁上面 都会有很多 先圣先贤的画像 这个匠像的画像 怎么样 可以让所有的 在职的人员 可以见贤思齐 因此 这些中央的单位 因为壁画 画得都很漂亮 所以三省 叫做画省 那过去 很重视什么 熏香 你上朝廷也好 你上班也好 我都会点 熏香 所以画省香炉 当然是讲的 在过去 因为他在中央 这个门下省 当过 祖石仪 所以他这里的 画省香炉 就是当年 自己上班的时候 还历历在目 可是 现在呢 自己老病 而滞留在奎州 所以浮诊 所以浮诊 浮诊 就是卧病 浮诊 就是卧床 卧病 唯 唯就是离开 唯背 离开 哇 当年 自己的 在 门下省 这个 从宫的 这个岁月 历历在目 可是 现在呢 我却又老 又病 而滞留在奎州 已经离开了 那种 化省香炉 越来越远 好 现在他说 三楼 奋迭 印 卑家 这三楼 就是前面的奎府 奎州 府城 这个府城 当然 外面有 有城楼 有城 有这个 城 有这个 围墙 城墙 这个城墙 上面 不是 比如说 可以射箭 有一个这样 高起来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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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为 女墙 也叫做 墙朵 这个墙朵 通常 他会用 白色的 涂料 去 把它 涂起来 目标 可以射箭 种种 那么 这个 所以他叫做 粉蝶 他自己讲的 就是 山楼 就是 奎州 城的 城楼 因为刚才讲的 这里就是边疆 这里就 常常 如果有战事 他就会怎么样 就会有 家 家就是一个号角 胡人的这个号角 胡人的号角 就会 常常会 想起 这个号角 因为这个 家的声音 非常的 高亢 有一种 哀伤 那当然 他讲 悲家 那就是 杜甫的 进随 心转 杜甫 当然 心中的 对国家的忧虑 对自己的 忧虑 他 就说 这是悲家 那这个 隐呢 隐 当然 他在 这个船上 这个 奎州 俯城 有一段距离 所以有隐隐 约约 那另外一个隐 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 听到声音 但是没有 看到 吹家 的人 所以叫做 隐 三楼 粉蝶 印 悲家 好 这里他讲 晚上 他在 这个 月下 满天心斗 他在 思念 北方的 这个 长安 他 欣赏 在这里 思念了多久 几乎是 一整个晚上 下一句 他就说 请看 时尚 藤罗月 以印 周前 卢笛花 请看 这个 藤罗 就是藤蔓 这个太阳 月亮 升起来之后 在东边 下面 有大石头 大石头 爬满的藤罗 那个月亮 从那边 升起来 现在 月已经 吸血了 吸血 印到哪里 印到 周前的 卢笛花 卢笛 就是卢尾 卢尾 笛花 卢笛 秋天 开花 这里 有回应到的 秋 信 秋信 请看 时尚 藤罗月 以印周前 如笛花 好 我们 速度 讲得有点慢 我们 不念了 好不好 来 我们看第三首 好 第三首 你看 前面 讲到什么呀 讲到 夜色 已经深夜了 已印 周前 卢笛花 深夜了 所以第二天 他就怎么样 天亮了 他晚上 美衣 北斗 怎么样 去望金华 现在呢 他怎么样 他说 千家山国 尽朝辉 日日将楼 作翠围 信息于人 环饭饭 清秋燕子 顾飞飞 宽恒抗书 功名薄 流向传经 心事为 同学少年多不见 武林医马 自清飞 好 他从这个 刚才 美衣 北斗 望金华 那是晚上 现在白天 天亮了 所以 他说 千家山国 他讲的是山城 这讲究奎州 这个锅 过去 城墙 有城 有锅 一般来讲 过去重要的 这个大城 它内墙 还有外墙 叫做锅 所以它有两层 那这里的锅 指的就是 城楼 城墙 他说 千家山国 千家 这指这样 这个奎州里面的居民 大概有千户人家 当然它这是一个 约略的词 他说 早上 太阳出来了 这个城灰 慢慢地洒在 奎州 的住户 这里面 因为清晨 是安静的 所以他说 千家山国 尽朝回 那杜甫呢 白天 夜晚 想的 就是 家国 所以他说 日日 江楼 做翠 围 你看 这文字真美 他用 做翠围 他不是 坐江楼 当然是 坐江楼 坐在江楼上 这个翠围 是什么 围 在这里讲的 就是 山蓝 秋天 烟矮 迷蒙 那为什么是翠围呢 因为是烟 烟矮 烟就是水气 矮是水气 它本来是没有颜色的 但是后面的山色 它印着山色 是翠绿的 所以翠围 日日 他怎么样 江楼 坐翠围 他每天 坐在 这个奎州的 这个 楼层之上 因为自己住在这里 他就望着 山色的 迷蒙 一片的翠绿的 烟矮 当中 杏树 鱼人 环泛泛 清秋燕子 顾飞飞 他看到的是 里面 这个水面上的 打鱼的人 他说 杏树 什么叫杏树 杏树就是 不是一个晚上 杏树 是在树 或者连树 因为 他为什么说 进寨树 连树 因为这里 他看到的这些 鱼人 他都是水上人家 说不定他根本就是 水上生活 他根本就是 好久才下船一次 所以他看到这些船 是杏树的鱼人 所以杏树 范是什么 就漂流在水上 叫做范范 他说 我看到的这些鱼船 这好几天 我都看到 这批船 它都还在 这个水面上 泛流 漂流 那当然 诗 我们要解读 它很多 它有 意有所指 有意内言外 它讲 这个 打鱼的人 这里面 打鱼的人 哇 信速 鱼人 黄泛泛 这个鱼船 哇 一连好几天 都在船上 漂流 那自己呢 自己的船 也在 江上漂流 对不对 但是这些人 鱼人 他是怎么样 他是根本他心甘情愿 他就在这边打鱼的嘛 那我杜甫呢 我这个船 也是一样 泛泛 我也漂流在江面上 我是不得已的啦 我是要回去 我只是回不去 我才不想信诉 如果能回去 我就回去了 所以诗人的词 诗 非常的漂亮 但是 他所写的 我们从表象的文字里面 我们要读到 他内心的款曲 好 下面更是了 青秋燕子 顾飞飞 就 秋天啊 这个燕子 也是候鸟啊 秋去 春来啊 这个秋天啊 他要 马上要离开了 可是呢 还没有离开以前 他还 逍遥自在 依然的 在江面上 飞过来飞过去 当然他在命食啦 这个顾 你可以说 他依然 依然 顾嘛 仍然这样 但是 这顾 也可以在 诗人很奇妙的心里面 他也认为是 燕子很故意啊 你看 我是我有家归不得 你是自由自在 你故意在我的面前 飞过来飞过去 你明天就要回家了 你可以飞走 我却不能啊 所以 这个 词 诗都一样 比如讲到这里 我们讲 青秋燕子 顾飞飞 我一直想到 我一直想到 说 那个 那个 苏东坡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 他不是在 想谁 想自由 对不对 你们 你们要跟我互动 我讲的话 才知道说 我这样讲一下 你们有感受 我来说 你都 你都 你说什么我歌 那我就不用讲 你知道吗 因为 讲到这里的顾飞飞 我脑筋一想 就讲到 苏东坡 你看 苏东坡 他不是在 这个 在赏月吗 他赏月 心里很难过 他就喝酒 因为他跟 他的弟弟 都在山东 一个在密州 一个在冀州 可能那么近 却不能一起过中秋节 他当然感叹 所以他说明月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好 他的下半句 讲什么 他就回去睡了 睡了以后 他说 转珠格 低起户 照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 长相 别时远 你看 这个 苏氏 何等的扩大 但是他又会讲 他当月亮 晚上 他虽然喝了酒 还是睡不着 他就盯着外面的月亮 月亮 前面有一条 有一支 有一个阁楼 月亮 从阁楼的这边 转到这边 可代表 苏氏一直睡不着 无眠 你看 转珠格 低起户 月光照进 低低的窗户 哪里 照在无眠的人身上 转珠格 低起户 照无眠 哇 月亮好圆 好亮 这座舒适 就 怨心就起了 不应有恨 何事 长相 别时远 月亮 你这么亮 这么皎洁 你哪怕心 不应有恨 何事 长相 别时远 你什么事 你故意在我跟我弟弟分别的时候 你这么圆 好像要跟我讲说 月圆 要人圆 你看 杜甫就讲 杜甫 不 舒适 舒适 你想 毕竟是舒适 他马上就想过来了 怎么样 月有殷勤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故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参眷 好 我举前面这个一个例子 我就讲 他这里的清旧 顾飞飞 你看燕子 依旧在那边 自由自在地飞 可是 在杜甫 就屋子的时刻 我要回去 回不去 你要回去 你就飞回去了 你多么自在 你还故意在我面前 耍帅 飞得这么帅 当然 只是我们在解读 就是 他的 环范范 跟顾飞飞 写得真好 当然 读诗 如果你只度表象 你感觉不到他的美 你感觉不到他的好 你进去了 掀开连蔓 进去 就见到唐傲了 你就不是只见一般 而你亏全报 这是比较重要的 杏树于人 还范范 清秋燕子 顾飞飞 好 他讲到 这个 奎州的景色以外 他又回到自己了 所以 他一直是这样 回到自己 又回到长安 他下面讲什么 宽衡 抗书 功名 薄 流向传经 心事为 我讲到宽衡 所有人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你们都不回答我 宽衡你认识吗 我一讲你就知道了 着臂借光 宽衡 是遗憾的 宽衡 当然他是一个大文学家 大政治家 那么宽衡 为什么是抗书 抗书是什么 书文 我前面讲了 这个建太宗 十诗书 这是大官 常常会给皇帝 写的一种咒书 书文 那为什么是抗 因为他不要讲好听话 他讲抗就是怎么样 有压力 他冒着这个压力 他怎么样 他给皇帝讲 皇帝有哪些缺点 我们国家有哪些缺点 我们的大臣 有哪些缺点 这是会讨人不喜欢的 杜甫也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他说 宽衡抗书 他冒着压力 他写一些皇帝 这个不想听的 答案是 最后皇帝接受了他 所以他抗书成功 那当然他会相对的 宽衡抗书成功 那我杜甫呢 我杜甫也兢兢业业 我每天晚上不睡觉 我就写一些 这个奏折 对不对 这个玄宗 说不定 一看到是杜甫的 看也不看 一扔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怎么样 人家宽衡抗书 所以得到皇帝的重用 自己一样 一样的去抗书 可是功名博 你知道这个建官是 是几品 八品 最小是九品 它是八品 你看距离这个一品二品 还多遥远 对不对 所以人家没有 不重用他 所以他心中 这是一种感叹 宽衡抗书 当然你为国家 所以我们过去讲 天地永恒 我们讲 你看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 扎然复流行 下则为何欲 上则为日新 愚人 愚浩然 人的这个浩然正气 天地永远存在 所以人 人就有三不朽 三不朽 是什么 立德立功立严 立德 当然德行很高 像周公 像孔子 那当然不容易 但是呢 像宽衡抗书 他提出了好的意见 好的办法 就让怎么样 让人民受惠 就是大功一见 所以这是立功之一 所以要立功 你看 宽衡抗书成功 我跟他一样 我就不具天命 人家一点都不听我的 都不鸟我 所以他就功名薄 永远在最低阶 还讲的 还惹人厌 但是他为首当为 他见官 他就应该讲这些 可是皇帝就不爱听 而且讲东西 让大家不喜欢 这些大官不喜欢 那么啰嗦 管那么多 所以他另外就举了 刘相传经 新世伟 刘相当然是大文学家 大军事家 他也是经学家 所以他不止当官 他讲经授课 影响好多人 讲经授课 传授他的理念 种种 所以刘相传经 那么杜甫呢 杜甫 他也能写文字 可是他能够像 刘相这样 把自己精神 把自己的理念 传授给学生 传授给其他的人 杜甫也没有 所以自从利言的角度 杜甫也觉得 刘相做到了 可是我自己呢 跟我所想要的 是违背的 所以他是感叹 框了横抗书 功名薄 流向传经 新世伟 怎么办 好 他最后又回到了长安 当年一起读书的 这些同学 大家会讲话 会奉承 会逢迎 像孔子讲的 巧言吝啬 嫌语人 所以这个 很多他们就 爬到高官 所以他说 同学少年多不见 当年的同学 只有我老病 而且一点功名都没有 可是我那些同学 都已经登高位 怎么样 武林一 自清肥 这个武林 他们也用了点 这个武林 因为首都 当年的汉朝首都 也在长安 所以长安的郊区 有五座皇帝的临寝 所以叫做武林 临寝 那当然皇帝的临寝 当然美轮美奂 管理得很好 所以这些达官贵人 都要跟皇帝当邻居 所以久而久之 这个武林 就变成什么 现在讲的什么 豪宅区 大家就是 都有钱人 光患子弟 都住在那里 所以武林 在这里讲的就是 住豪宅 武林区 医马自清肥 你看 皮衣 皮衣 又厚又重的皮衣 好不好 还是你要穿 又厚又重的 还是要穿那种 又清又暖的 当然 小皮球 又清又暖 那你要坐马车 你要坐六戴的车 还是要坐 哇 这个非常骁勇 非常豪壮的马的车 当然是 所以他这里讲的是什么 武林医马 自清肥 那些同学 现在都高官厚禄 住豪宅 出门 穿着又暖 又软的皮球 哇 这个坐的马车 又肥又好 像现在讲 当然就是双B 好 所以这里 是杜甫的一个接探 好 我也不念了 这里你看 他就回到了 他都是这样 从奎州写起 然后写到自己 然后最后写到长安 他这里讲到长安的同学 好 下面我们来看 这里是我大概 刚才讲的了 不必再看了 好 下面 第四首 文道长安四亿齐 百年世事不生悲 王侯地宅皆新主 文武一关亦席时 直北关山金谷镇 征兮车马雨书池 鱼龙即末秋江冷 故国平居有所思 好 他这里开始也在讲了 现在慢慢的 他把重点 前面用奎州为重点 慢慢的 他移到长安 他说 闻到长安四亿齐 这长安 不是我刚才讲 他杜甫亲眼所见的 长安沦陷了两次 第一是安禄山 安禄山攻进了长安 长安收复了以后 第二次是土鲁藩 其实也攻进了长安 所以他说 闻到长安 因为他现在已经离 政治中心很远了 他已经来到了四川 所以他用闻到 用闻到 这个长安 你看 一下沦陷在这里 一下沦陷在那里 你看 他说像一旗 下旗 你赢一盘 我赢一盘 那无所谓嘛 对不对 下旗嘛 那这个国家大事 首都 能够像下旗吗 一下 轮入敌人之手 一下 他 一下子你 一下子我 可以这样吗 所以 他当然 心中的苦痛 他说 闻到长安 四亿齐 像下旗一样 一下子 被谁赢了 拿走了 一下又被谁赢了 又被谁拿走了 他说 百年世事 不生悲 这百年 当然杜甫讲自己 这百年 我们过去的人讲 百年 就讲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 所看到的 国家的局势 世事 所以 刚才讲的 连长安 都沦陷了好几次 所以 面对 这样的国家 当年不是 前面历史上 不是有 这个贞观之志吗 在唐玄宗 不是有长安 不是有 开源之志吗 怎么样 你们都 为德不足 到最后 沦落到 这样的地步呢 所以 不生悲 这个不生悲 当然 对国家 当然 对 自己的感叹 自己 这个不遇 没有办法 人家不给你机会 所以 他说 这个 长安 四义齐 所以就 世事 不生悲 王侯 地宅 皆新主 文武一观 一席事 是他们讲了 是现在 到了这个 述宗这里的时候 大家都 争民主力 你看 一下子 这个 首都沦陷了 一下子 又收复了 这个沦陷 这个收复之间 哇 这个罪臣被贬了 这个功臣 又起来了 所以怎么样 一代新人 换旧人 换得好快 所以他说 王侯 宅地 皆新主 当年的 这个宰相府 可能是 这个阳国中住的 现在又换人了 所以 王侯 宅地 皆新主 而且 这些新主 都是年轻人的 都 不怎么样的 所以在心中 当然很多的感叹 然后 文武 衣冠 一席 文武的衣冠 当然就讲了 今天你上了当宰相 你就穿宰相的服装 所以 这样的轮替 太广泛了 而且 我们从历史上看到 尤其 宿中的时候 很不可思议 因为 打仗 大将军 在前面 打仗 他不相信 这些将军 他相信谁 他相信 宦官 所以 他就派宦官 去都军 换句话说 这些宦官 既无文韬 又无武略 你看 他却要 去那边 指指点点 要监督 这些将军 所以 这个都是 不可思议 也就是 文武衣冠 一席事 一切都乱了套了 都没有规矩了 没有制度了 好 他说 直北观山 金谷镇 珍稀车马 欲输 这样 讲作战 前面 安禄山 内乱 现在 因为你内乱 水 水必 辅而后 生虫 你自己 一团乱 所以外面 虎视眈眈 他讲 直北观山 直北 在首都 直北 北方 就是新疆 那一带 就是回河 回河 唯吾尔族 回河 他说 回河 就对我们 频频 侵犯 发动战争 所以 直北观山 直北 就正北边 关卡 山河 在这边的动乱 是金谷镇 金谷 金就是锣 谷 是 这个 敲谷 我们过去的战场 怎么样 敲谷 进攻 民进 收兵 退兵 所以 这个金谷 讲的 就是战场的作战 金谷 声大响 就是 战事 非常的激烈 北方 那么 征锡 车马 御书 不止北方 现在西北 我刚才讲的 吐鲁藩 就是西藏 这一带 吐鲁藩 也 西北 也 在 作战 他讲什么 语书 语书是哪 公文 军事 很紧急的 上面 贴了 这个 挂了一个羽毛 这是紧急的文书 紧急的文书 它是羽毛 是紧急的文书 这紧急的文书 当然要快马 加鞭 所以 珍惜 车马 御书 是 这个 大仗 车马 这个 非常的 非常的 拼凡 而且 紧急的文书 这里 来 那里 传递的 这个 兵马 哇 非常的 这个 急齿 所以 这两句 讲的是 西北的 这个 战士 直北 观山 金谷 镇 征锡 车马 御书 这都是 对战 非常的 工整 最后 又回到 自己了 又回到 的 奎州的 自己 他说 鱼龙 寂末 秋 江 冷 故国平居 有所事 鱼龙 寂末 当然 他是用的点 我们大家看了一下 所谓的鱼龙 寂末 在水晶柱 里面讲 他说 水族 他说 鱼龙 这一类的水族 他的活动 在秋夏 春夏 活动 春夏 气候 到了秋冬 他就怎么样 类似冬眠 类似冬眠 所以秋冬 在休息的时候 不再活动 所以 这个时候 杜甫 就想 面对这样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季节 不能有所作为 只能 寂寞地 躲在 奎州 像 鱼龙 躲在 秋冬 躲在 水里面 一样 好 所以他说 鱼龙 寂寞 秋 雾 江 冷 他用了这个点 当然也指自己 自己老病了 生命的秋冬 所以就像鱼龙的冬眠一样 直伏在水里 可是 我人直伏着 我的心 我的头脑 没有办法停下来 我想的是哪里 想的是故国 想的是长安 所以 故国平居 有所事 过去年轻 过去壮年 都在 首都这边 这里的日子 这里的岁月 这里的点点滴滴 我都 历历在目 所以 这么样 我都不能忘 好 所以 秋 信八首 前四首 从秋 这个秋天的奎州 一起连接到 长安 连接到自己 最后 他这个是 故国平居 有所思 最后的 后面的四首呢 就是讲 长安的 他举出 他最思念的 他最有感觉的 四个位 地方 第一个 我们看到 第一个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 蓬莱阁 好 蓬莱宫 好 这个蓬莱宫 就是唐朝的 大明宫 大明宫 主要的宫殿 因为这大明宫 旁边有一个 漂亮的 蓬莱池 所以 大明宫 又叫做 蓬莱宫 好 他说 他你看 因为这蓬莱宫 是天子所住的地方 是长安的一个代表 所以 他写 故国平居 有所思 第一个 就讲到的是 心心念念的 长安 里面的主人 所居住的地方 蓬莱宫 蓬莱宫却对南山 蓬莱宫却对南山 蓬莱宫却 当然很高 大明宫 这个长安的对面 就是中南山 中南山当然很高 所以中南山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代表 所以他说 中南山 面对着蓬莱宫 蓬莱宫也这么高 可以对 对面的中南山 遥遥相对 当然是皇帝 居住的地方 接着他说 城路金金 消汉间 消汉就是云河 天上 城路金金讲什么 我们如果你们读汉武帝 就知道汉武帝 相信神仙 他也希望要 延年益寿 所以这些方式 就炼丹药给他 还告诉他 你要用天水 来服这些药 天水是什么 是天上的 就是露水 所以他就在 宫殿的前面 盖了一个 很大的 一个铜的柱子 就是金金 铜的柱子 柱子上面 站了一个 铜制的仙人 捧着铜盘 去承接露水 每天用这个露水 来服药 所以 城路金金 消汉间 他讲的是汉武帝 其实 每次讲的汉武帝 就跟玄宗在一起 玄宗也跟汉武帝一样 好大喜功 玄宗也跟他一样 相信道士 相信方外之术 所以也要求仙 求丹 所以他这里 讲的是汉武帝 其实他讽刺的是 玄宗 好 他说 希望 姚池 降王母 东来紫棋 满寒关 他讲的 因为 长安 在整个中国来讲 他算在 比较西北 他往希望 就是昆仑山 昆仑山 就是姚池 王母 修炼的地方 所以他说 希望 姚池 降王母 他当王母 是神仙 当很多的神仙传里面 就讲他跟谁 跟那个皇帝都见面 那当然 这是一个小说 那当然 西王母 有人说他很漂亮 那么 这里讲 希望 姚池 降王母 王母 是神仙 照理讲 可以诱国泰民安 当然 王母 是女生 所以是女子 所以他这里 隐喻 拜王 这个唐朝的是 哪个女子 杨玉环 所以他这里 隐约 他没有明说 他背后 我们读的人就知道 他讲的就是 唐玄宗的 唯德不足 你的开源 为什么不如 这个正观 就是你做半套 后来你宠了杨贵妃 你就完全走了一样 所以他说 希望姚池 降 希望姚池 降王母 这表象是美好的 王母 来庇佑 国泰民安 接着他讲的 东来紫棋 满寒官 他用的点 也是好的 他点是用谁 他用的是老子 他说 韩古官的守官的官令 隐喜 他会观天文 他也知天象 他说有一天 他看到 哇 这东方有怎么样 紫棋 萦绕 紫棋 是好的 所以他就认为说 圣人降临 所以他就一直等候 不久 果然看到老子 骑着 轻牛而来 来航古官 那当然 他知道 这是圣人降临 所以他就 非常的 恭敬 把老子 迎回家 好好的宽待 那老子看到他 这么有诚心 就写下了 所谓的道德经 五千言 就留给他 所以 这个紫棋 东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 祥瑞的 一个成语 祥瑞 所以这里 这里讲 东来紫棋 满航官 他当然讲 是这祥瑞的 原来是映照着 这个大唐 你看 开源 太平盛世 很可惜 怎么样 紫棋东来了 给你这样的条件 可是 你却没有好好地做 你只做了半套 所以最后 你看 国家面临着 兵戎相见 内乱 外忧 所以他这里 表象讲的是美好 古这里 是一种讽刺 好 那么 当年的杜甫 他也曾经想要 求取公民 所以他对玄宗 也献过三大礼负 他也受到 玄宗的召见 所以他这里描写 就是他受到召见 他说 云宜至尾 开公扇 日绕隆林 誓圣言 你看 皇帝出来 你看旁边 太监 拿着长柄的扇子 是用至尾 羽毛 做得很漂亮的 促勇着皇帝 来做到 他的隆位 所以 云宜至尾 开公扇 这个至尾的 公扇 促勇着皇帝 做到皇位以后 公扇移开了 才能看到皇帝的容颜 这个时候 皇帝穿着的龙袍 金光闪闪 向太阳照到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 所以日绕隆林 第一次看到天子 真正的容颜 是圣言 好 讲完了这里 回到这个 彭奈阁 最后 他又 回到 奎州 一卧 沧江 金碎晚 几回 清索 殿朝班 现在 我 却病奄奄的 卧在 这个奎州的 沧江 沧江就是 长江 在长江 边岸上 金碎晚 这个碎晚 第一个 秋天 到秋末 就是 一年快结束了 睡晚 第二个 自己 垂垂 牢 自己 在一年来讲 在自己 的生命来讲 这也是 睡晚 所以 一卧昌江 金碎晚 哎呀 真是 对自己来讲 金心动魄 这辈子 差不多了 自己的豪情壮志 这辈子 看是没希望了 所以 几回 清索 殿朝班 回想到 当年自己 在 门下省 上班的时候 每天上班 要怎么样 要唱名 要点名 要进朝廷 所以 他这个 几回 清索 这个索 它是一个图腾 是一个索 连锁 我们叫连锁 一个索的图腾 这个索的图腾 过去 在宫门上面 都会做门的 上面 雕饰 而且把它 漆上 青色的油漆 青色的图料 所以叫做 清索 这里讲的 就是宫门 几次 过去 每天上班 要在宫门 要唱名 点名 要上班 所以 点朝班 要上班 要接受 点名 所以这就是 他在回想 念念不忘 短暂 却让自己 印象深刻的 左时宜的 那一段 岁月 好 这是第五首 我们还有三首 我们很快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六 曲堂峡口 驱江头 万里风烟 皆宿秋 花儿夹成 通玉气 夫龙小院 入边愁 朱连 秀柱 为黄胡 锦览牙墙 起白鸥 回首可怜 歌舞帝 秦宗自古 帝王州 这里 他第二个 怀念的 想的是什么 驱江 这个驱江 在长江的 在这个 长安的 这个郊区 这是最有名的 风景名声 所以他说 曲堂峡口 驱江头 你看 曲堂峡 就是长江三峡 最靠近四川 那个就是 魁峡 你看 我现在 就在 这个 曲堂峡口 可是 我心中 想念的 就是 驱江头 这就是长安 你看 这么遥远 隔了几千里 那么 这里 这么遥远的 曲江头 是我 心心念念 想念的地方 而我 现在 却在 边陲地 在 在 曲堂峡口 好 我这边的想念 哇 他接着 他说 万里风烟 接 树秋 我隔着万里之园 可是 树秋 树 用白色 这白 有冷的 这个意境 树秋 就是冷的 冷 收收的秋天 这冷 收收的秋天 有风 有 这个烟矮 七迷 这个风 跟烟矮 哇 从曲江头 一直蔓延到 这个 曲堂峡口 所以这样 就把我 跟 我在 远在 这个 曲堂峡的 我 跟 这个 长安 就连结在一起 这一片的风烟 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好 接着 他就讲 当年的 这个盛况 花二 夹成 通玉器 芙蓉 小院 入边筹 芙蓉 小院 花二 楼 这都是 当时候 在 花二 楼 我这里应该有 给他 花二 楼 这是玄宗 他所建立的 玄宗 非常的重视 兄弟的感情 所以他盖了 这个 花二 楼 是跟兄弟 住在一起 是跟兄弟 住在一起 所以他现在 花二 夹成 什么叫夹成 因为花二 他是在宫廷 在皇宫大院里面 那 这个 驱疆 在郊区 所以他没有出城门 跟走 这个 跟这个 居民 走在一起 他没有 因为皇帝 所以他 做了一个 夹道 所以做了一个 现在讲 就是变成一个 他不是地下的 但是 他是盖一个 通道 可以直接从 这个 花二楼 直接可以通到 这个 驱疆 就是一个 走道 可能围墙围起来 密闭的 人家 没办法走 他是皇帝 所以他说 通 玉器 玉 就代表国军 这个玉器 就是皇帝 所以他说 这个 当年 我们的皇帝 是从花二楼 走 这个 夹城 来到 这个 去江 他说 去江 有很多点 还有一个叫做 芙蓉院 芙蓉院是一个花园 花园 非常的繁花如景 漂亮 他说 这个 皇帝 来从 花二楼 走 夹城 来到 去江 在去江游览 在 芙蓉小院 在享乐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 渝阳 已经 掀起了 这个叛乱 所谓边仇 就是安禄山 在河北的 渝阳 造反了 边 边塞 好 所以 在他享乐的时候 没有居安思维 所以 现在的人 我们现在讲 政治人物也好 大家 没有 远律 就有 尽忧 这是一定的 所以 他这个时候 就在享乐的时候 边仇 在边疆 已经 叛变了 造反了 好 下面 他讲 这个 漂亮的 所谓的 屈江的 美好 朱连 秀柱 为 黄 湖 井 南 牙 强 起 白 欧 这里 他讲 黄 湖 其实 黄 湖 在这里 他也用了一个点 我们看 黄湖 在汉书上 他就说 他说 东汉 昭地的时候 有一个黄湖 黄湖就是天鹅 就是天鹅 他说 从天上 飞到汉朝的皇宫 建章宫的 太义池里 好 大家讲 这是一个 太平的 吉兆 是黄湖 他说 当年 这里的盛况 朱连 秀柱 为黄湖 因为 这旁边 有很多的 皇帝的行宫 皇帝 出来游览 住的地方 这行宫 这行宫 当然是 朱连 秀柱 用珍珠的 莲子 秀柱 秀柱 这里讲 他的柱子 都金雕 细酌 还涂了 盐彩 所以是 朱连 秀柱 这个旁边 都是 皇帝的行宫 雄伟的建筑 中间的 驱江 水域里面 有天鹅 在悠游 他讲的是 一个 当年的 太平盛世 好 下面 金兰 牙签 起白鸥 金兰 过去 他游这个 驱江 游这个水域 过去 没有电动的 动力 用什么 用拉签 所以这个 绳索 从船 一直连接到 两边的岸上 用两边的 比如说 这边有十个人 这边有十个人 大家用拉的 叫做拉签 签就是 他用锦绣 他用锦绣 做签 这个绳索 用锦绣 做的 所以这个拉签 在过去都是这样 是签肤 很辛苦 所以 他说 锦缆 牙墙 牙墙 墙是 一个船的平衡 就是 尾杆 这尾杆 是用象牙 做的 当然 高级 锦缆 牙签 他在拉签的过程中 船一移动 前面的 琴鸟 就飞起来了 这当然讲的是什么 是他 这个 所谓的 当年的 太平盛世 他的享乐 人 孔子讲的 孟子讲的 人无远虑 必有禁忧 对不起 孔子的话 人无远虑 你没有长远的计划 你当然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出现 所以他说 回首 可怜 歌舞帝 回首 回头 去想一想 去看看 所谓的 长安 这个可怜 在过去古典文学里面 这个连 都是 可爱的意思 当然这里面 有可怜 又有可惜的意思 所以 可怜 回首可怜 歌舞帝 当然讲的就是长安这里 太平盛世的时候 这边 歌舞连台 歌舞升平 过去 长安 就是历代的 一个帝王 选都的所在 所以 秦中 自古 帝王州 这个秦 过去 战国七雄 春秋五霸 秦 就在 他的位置 大概就在 湖北 这一带 所以 湖 这里叫做秦 秦中 现在这里讲 就是长安 长安 自古以来 就是很多的皇帝 你看 随 汉 随 唐 都建都在秦中 都建都在 长安 好 好 这里呢 是 第八首 他 怀念 这个 曲江 从曲江里面 在感叹 如果你不能够 历经 图治 太平盛世 很快的 就化为乌有 好 我们快看 第七首 希望把它讲完 好 第七首 他怀念的 回忆的是 昆明池 这昆明池 也是汉武帝 所建的 在长安建造 因为当年的汉武帝 他想要争南蛮 南蛮 就是所谓的 云南这一带 云南有所谓的 滇池 滇池很大 所以 他知道 北方的军队 不会水战 所以 他就在 长安这边 遭了 很大的 昆明池 这昆明池 他就是 要训练 他的 他的兵士 做水战的地方 为去争南蛮 要进入滇池 来做准备 好 我们来看 昆明池水 汉石宫 五地旌旗 在眼中 织女 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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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bang 구� 他为了 自己的武功 他要 征 楠 男 他在这里 开了这么大的 一个水域 叫做 昆明池 而 昆明池 他 他非常的壮大 所以他就会遥想到 当年汉武帝武功 是武功最强盛的一个朝代 所以他真的是惊奇毕空 所以作者一想 当年的汉武帝不可一世 闭着眼睛就想到 他的君荣的壮盛 他惊奇毕空的 那种豪壮的图腾 所以昆明池水汉石宫 武帝旌旗在眼中 在这么大的昆明池 他有三个很巨型的雕塑 在两边岸边 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做出来的是牛郎织女 那他在水域当中 有一条大金鱼石金 他今天就讲这个 他说织女即是须夜月 织女他是石雕嘛 他前面的织布鸡 会不会织出布来啊 对啊 石雕的 所以你们要跟我互动 我再比较想我们再一起 他是正在讲嘛 你看织女他是鸡丝 是虚的嘛 他这个鸡只是石头雕的嘛 他这个丝也没有真的丝嘛 所以这织在夜色里面啊 过去女生织布在夜里面 哇 一个晚上要织几匹 对不对 那他可以不可以 他没有嘛 他这里讲实际的 这个织女的石雕 当然织布就不来了 他讲是什么 唐朝 哇 你在织号 你根本没有做出什么福国育民的 没有什么攻击出来 好 接着他说 石金林甲 冻秋风 我刚讲水里面有石金的像啊 对不对 那么秋风一吹 哇 波浪掀起来 今天动地 好像呢 这个里面的鱼呢 在新风作浪 当然不是鱼在新风作浪 它是石雕 怎么会呢 这当然就是秋风 这个水 当然这里讲的是国家的动乱 战争 所以过去的金尼呢 有这个叛军的那种图腾 叛乱的图腾 所以石金林甲 冻秋风 哇 秋风一吹 这个水呢 掀起滔天巨浪 哇 好像这个石金呢 在里面新风作浪 当然这里讲的 知你的须知 讲这个林甲的 这个冻秋风 讲时局的动荡 讲国家的虚号 好 接着他讲了 波飘菇米 沉云黑 路冷联房 坠粉红 他讲这么大的 昆明池 在比较边 比较浅的地方 有种植啊 这菇米是什么 角白 过去种了很多的角白笋 然后旁边呢 也种了很多的莲花 莲花有莲藕啊 有莲子啊 这农人可以收成啊 所以他说 现在呢 过去 有人管理 这些 这个 角白 这个莲藕 莲子 都会 有人管理 都非常的漂亮 该收就收了 可是现在呢 动乱 离开了 没有人管理了 所以这些 角白呢 就任其荒废烂了 变成一团黑的 一团一团黑的 像黑的 美好 现在没有整理 变成破败 那莲花呢 一样 莲花你没有去整理它 就破坏了 所以这个 他讲的 这个 最粉红 叶子凋零啊 飘零啊 没有人整理啊 一种破败 一种破落的 这个景象 好 接着 讲到 昆明寺讲完 最后又回到 这个 奎州了 他说 观赛几天 围鸟到 观赛 我刚刚已经解释了 这里 现在也是变成 观山 这么高的山 赛 边赛 这个呢 哇 他想要回去啊 回都回不了 只有鸟能飞得回去 那些走水路 水路不通 所以呢 他说 哇 回不去了 被关在这里了 所以最后他说 江湖满地 寓意于翁 你看啊 他讲的于翁 就对面又回到了 这个 饭饭 愚人饭饭 所以 他就是 前后 一直在呼应 他为什么说 江湖满地啊 江湖满地 你看 他在船上嘛 哇 一大片的水域 哇 在秋天里面啊 波涛汹涌 他自己 一愁莫展 像一个 毫无录用的 渔夫 所以他最后 他说 江湖满地 一愚翁 好 他这里呢 来回 从昆明池 又回到自己 好 最后一首 我们来看 这是秋心八首 最后的一个 总结 我们来看 写得很好 昆吾 欲速 自威仪 子格 风阴 入美皮 香道 卓鱼 英武力 必无 希老 凤凰之 家人 十岁 春香 问 仙旅 同舟 晚 更 宜 彩笔 席 席成 甘气 像 白头 淫望 苦 低 垂 最后回到自己 毫无希望 那种感觉 他现在回到 回想 前面的蓬莱阁 前面的曲江 前面的昆明池 最后 他回来到 这个 郊区 这个长安郊区的 美皮 美皮 是一个很大的水域 这个水 非常的好 他灌溉之下 你看 在 这个 在长安这个地方 偏北 照理讲 是种不出稻子的 但是 这里的名产 就是香道 他稻子 这个品质 非常好 所以 他说 最后 他 这个 要讲的 就是这个 富庶的 这个长安 富庶的 这个地域 这里 他讲的 就是美皮 皮 就是一个湖水 一个大池 湖水 他说 他 讲到美皮 他是从长安 他的郊区 他走过 昆吾 昆吾 是一个地名 他有一个亭子 非常有名 昆吾藤 昆吾亭 所以 他走过昆吾亭 然后 走过 玉树 玉树 是一个 川 他走过 昆吾亭 走过 玉树川 自 威仪 威仪 就是什么呀 说这个路 威仪是 弯弯曲曲的 向远方 来 地沿 他走过 昆吾 走过 玉树 然后 沿着哪里 沿着 紫阁峰 紫阁峰 是一个山 一个山 他讲 紫阁峰 阴 阴 我在那边 解释过很多次 山之南 为师 山之北 阴 所以他这里讲就是 走 这个山的北路 紫阁峰 阴 就来到了 美皮 这个美皮 因为 他湖水的鱼 非常鲜美 他灌溉出来的座物 都长得非常好 所以 杜甫写了很多 关于美皮的诗篇 他这里来到美皮 好 他下面讲了 香道着鱼 阴武力 必无希老 凤凰之 这里是很多人 于是像 我刚刚讲过 胡适 都说他是 是怎么样 不通 高山滚大谷 一路不通到底 所以 所以 他这里就讲 你看 香道着鱼 如果他用 阴武着鱼 香道力 顺是顺了 对不对 但是 你看 他用这样 就是诗的技巧 盘孙誓远 无间位 尊久家瓶 只旧胚 他的客制 他也用了道桩 对不对 所以 这里面 他为什么 你看 尊久家瓶 尊久 盘孙 他为什么要把盘孙 跟尊久 拿到前面来 因为招待客人 最重要的就是 酒菜 酒跟菜 所以他把酒跟菜 拿到前面来讲 这里面 他要讲 美皮 这个地方 的富庶 美皮 皮 这个地方的 物产的 丰隆 所以他把最好的 香道 壁武 拿到前面来讲 香道 盛产的时候 这个香道 满坑满谷 全部人都有得吃 连鹦鹉都有得吃 还吃都吃不完 所以 香道族 云武力 下面来讲的 梧桐 当然在梧桐 在中国来讲 梧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植物 中文是源于 庄子 我们提到庄子 庄子呢 它里面讲 南方有鸟 名为渊渠 我写下来 大家大家比较容易懂 他是凤凰 所以他是渊 他说南方有鸟 鸟 名为渊渊 下面有几个字很重要 他说 非梧桐不植 这个鸟呢 它不是梧桐树 它不会停下来 非梧桐不植 非练食不食 练 练 就是训练的练 练食 就是白色的果实 这白色果实指什么 指竹子开花结果 竹子开花结果就要死了 所以这很不容易出现 他说他非梧桐不息 不植 不停下来休息 他非练食不食 很干净的泉水 他不植 好 你看 他说非梧桐不植 所以呢 大家就认为 梧桐跟这个凤凰 做了连结 所以后面的殷食之家 都光植梧桐 所以就有一句话说 种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所以凤凰跟梧桐 就做了一个连结 凤凰当然是一个 吉祥的鸟类 但是谁都没有看过凤凰 但是凤凰就这么有名 好 所以他说凤凰 因此在美 去美皮的这个路上 种满了梧桐树 种满了梧桐树 他说这里不止香道有名 这里的梧桐 可以吸引凤凰来 的梧桐 种的满满都是 所以香道九亿英武力 必无犀老凤凰之 应该是凤凰犀老 必无之 这凤凰来了 就在这个 有梧桐嘛 住在梧桐这边 就不走了 一直到老死 这里面是形容 这个美皮 这个地方的复数 美皮这个地方的 遵守古礼 美皮地方的美 所以下面他就讲 家人十岁 春香问 仙女同舟 晚更矣 他这里讲什么 他这里讲过去的 春天 这个侍女们 家人们 他去外面 会做几个 很多的 这个好玩的 这个女人嘛 做一些 他们的情趣 像豆草啦 其中一个十岁 十岁是什么呀 去水边 捡这个 漂亮的 羽毛的 漂亮的 青鸟的 羽毛 这个脆 就是脆鸟的羽毛 非常的漂亮 所以这个家人十岁 重要 他说春香问 这个问 除了彼此间的慰问以外 这个问 有很大的一个意境 他是怎么样 赠送 馈赠 哇 我捡到很美的东西 来 我送给你 我跟你表示友好 所以这是一种 讲美皮这个地方的人 都是怎么样 敦亲慕邻 都是非常的和乐的 所以他就说 家人十岁 春香问 下面不只有家人 还有什么 还有世子 有学问的人 所以他说 仙旅同舟 晚更宜 好 仙旅同舟 其实他也用了一个点 他这个点 他讲汉朝的时候 有两个 李英跟吴泰 他都是李英 李英大概比较熟 吴泰 就姓吴泰 泰山的泰 他两个是很有学问 而且素养很好 而且素养很好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 不是长得帅 长得漂亮 要怎么样 要有气质 这个气质从来来 就是学问 读书 富有诗书 气质华 所以他这里讲 仙旅同舟 他讲的就是吴泰 跟这个李英两个人 不止有学问 气质非常好 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 常常谈天论地 谈诗论词 谈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他们两个坐在船上 哇 这个谈论 这些正式谈论 这些经典 而且古人 穿着衣服 衣媚飘飘 从远远看去 哇 船上简直坐了两个仙人 所以这是他用仙旅同舟 晚更矣 到了一直聊聊 聊到太阳下山了 才慢慢地回来 所以他用家人跟仙旅 跟家人跟学子素养 做一个病举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当然讲自己 我过去的美皮就是这样 跟好朋友 我跟这个在这里面 就像当年的吴太 当年的李英这样 仙旅同舟 好 最后他说 彩笔 习成干气象 他说 在美皮这个地方 我写了好多的文字 我写了好多的诗篇 所以他说 彩笔 习成干气象 这里的气象 我的解读 他讲的就是美皮的风土文物 我过去在那个时候 曾经记录了 曾经写了很多 这个干就是写了很多 留下了很多 在美皮的词章 可是现在那都离我好远了 他就在长安 我现在在这里 我只能够又老又病 我只能够低头 苦苦的回忆 苦苦的想念 远方的长安 所以白头 淫望苦低垂 有点赶 我把求情把手 我尽量把杜甫最美的一面 跟大家分享 那么希望 我以后也很希望说 我最后 能够留个十分钟 跟大家有QA的时间 那么可能对大家 对古典文学的深入 可能更有帮助 当然我不是讲 其实我个人来讲 我也只是博有涉略而已 所以我也是非常的粗浅 不过我们可以 大家在一起来 教学相长 今天谢谢大家 给我的支持跟捧场 深深一鞠躬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